听说关注了我的 至少能受十斤 不信你来试试呗 比现在在哈尔滨吃点不一样的 就是金铿鱼馆 大家说是每个鱼的不同的部分 有不同的做法 还有一道菜叫锅包鱼 结果到这里一看 我们晚来了24小时 旅游不周遍 吃过情必然 大家好 吃了吗呢 回家说看这期的吃过情必然 我是老白 哈尔滨最近活着很多什么网红店 身后这家二姐手感麻辣面就是一家 诡异的是边上有大姐 大姐家都没火起来 然后二姐家就火起来了 所以让我们去看看 看大家为什么这么火 走 进去露露去 他家这个留意时间要转了 从早上7点开门 然后开到下午3点半 二姐这半东西非常早 大概面就这么两种 然后还有些什么鲜菜啊 纸巾 黄金水 漆水之类的 可是来吃这 虚实若物啊 这个一层一层的做马 我们背后看到二层 看来一定是有两下 现在二姐麻辣面 加的这个两个招肥面 我都点了 这个是麻辣面 这个是肉拌面 区别是这个带汤 而且是热的 这个呢区别是有没有黄瓜汁 而且过了凉水的 这是凉的 先吃麻辣面 这个麻辣椒 自己加的 这有辣椒还有麻油 要把小伙伴们 我加多少好吃 这些行不行 你们行 我不行 还是要来点辣 这个应该可以吧 这个麻油应该可以做交代 纯油啊这是 底下有炮肉蒙蒙 下面就是拌面 哎呦 这里没底 我不知道辣椒辣不辣 哇 好香啊 底下还有豆圆 底下有汤果的豆圆 我先尝一个啊 哇 很筋的 那些面条有咸味 对于辣味还好 刚才的辣椒是以香为主 没有那么的厉害 来一口 好粗的面条被摘得来错 还有这个老白的面条大狂磨 我说面条也不少 但那个面的口感呢 比较特别 它只有咸和辣 麻三种味道 确实是麻辣美 这饿的时候来着面 我觉得还是挺解饱 挺解散的 酸里面好面 这都可以点 我的肉拌面 这俩肉酱是一样的啊 只有咸味 就这么吃吃也挺好 不吃辣的朋友 吃没完饮还可以 要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但是面条筋的足够解饱 也算了和辣的面 再来就试着啊 哇 闻得好香啊 这一碗面11块钱 其实还是 怎么讲呢 我觉得有人觉得贵 有人觉得便宜吧 这一大碗面挺合适的 吃一顿 然后盯一天也不错 基本味道跟它是一样的 如果吃的就是太有糖 它没糖而已 北方应该比较喜欢那种面条吧 它吃筋的吧 反正我是比较喜欢 粗一点 那碗我喜欢哪一碗的话 不喜欢这碗吧 为什么呢 因为肉酱米那个多一点 就这么简单 二姐麻辣面挺吃完了啊 说一下 这是它家后门啊 人就在居民区里边 特别接力气的小管啊 然后呢 说实话 它那个面呢 是晚合格的面 但它还是多好 事业才能让 没有多经验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突然就变成这个网红店了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当不告诉你 当然了还有一些 我们路过的 你没看到的 都在微博微信呢 去啊 看见 世界很复杂 但至少 在吃麻辣面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话 呃这个是我 送花枪往南 全中国最小的粉丝了 现在才两岁多一点 太可爱了 这个孩子 跟他玩一会儿去 门儿 哈哈哈哈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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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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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